女孩在台商卖力热舞 魏全龙小龙女啦啦队举办百人决选会 找来李多慧和林湘担任评审 而林湘也在受访时大方聊起前男友马杰森 他们在我们的主场比赛的时候 不小心揭杀我们的球 我刚好那时候在转播 然后太投入那时候的情境 不小心喊了一句话 然后这个梗就一直流到现在 所以刚好明星上 明星赛的时候就是 有派上游泳场 大家开心就好 臭马杰森 94 热天 94 热天 臭马杰森 拿着麦克风高喊臭马杰森 事后双方还在网路上 隔空暧昧对话 也让网友怀疑 两人根本没分手 没有联络 就是网路上我的社群 都是我在喊他应援的影片 大家就是我们就是好朋友 对 好朋友 我是后援会会长 坦言当时就是觉得有趣 私下没有联络 只是好朋友 啦啦队成员的一举一动 全是外界的讨论焦点 而今年的征选会竞争也相当激烈 最重要的是 大声一点 火力 火力还有表情 其实现在很多女孩们跳的舞功都蛮类似的 所以我想要看她们可以结合什么不一样的元素 对 让她更凸显自己 百人决选只选出16到20位女孩成为练习生 不少球迷也相当期待 未来会是谁和现役小龙女 一起登上大巨蛋的应援舞台 三线李游王佩华 SNG小组台北报道